大家好,我是浩摩人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 羅伯魂Evolution Spec系列 Crossbone鋼彈 S1 S1改 叫做古時日鋼彈或者海盜鋼彈 至於說S1跟S1改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呢? 大家能夠第一時間回答出來嗎? 不行,沒關係,後面我們再來研究 那首先呢,它是在漫畫 Crossbone鋼彈之中登場的主角機 它算是電影版F91的續篇 原本是打算在電影之後推出一系列的電視動畫 但是因為F91的電影賣座並不理想 所以這個計劃就轉了一個彎 由富野導演就找來了漫畫家 長谷川玉依老師共同合作 因此就推出了 富野監督的生平第一部的鋼彈漫畫 不過這裡面當然有很多的故事 就不依細講 比較有趣的是 它的機設是Katoki老師 Katoki老師的畫風就是以非常精緻 非常工業風 非常的工整的文明 但是相反的 長谷川玉依老師的畫風雖然是非常非常的行雲流水 那有時候甚至像線條Y7-8 那因此呢,它就形成了一個奇妙的反差 那也就造成了後來 古十字鋼彈有好幾種不同的版本 那這一次的蘿蔔魂EVOLUTION SPEC呢 它其實看起來是比較接近於漫畫版 就是 比較沒有那麼複雜 那它身上的曲線也是看起來比較柔和一點點 好,那Crossbone鋼彈呢 在歷代的鋼彈之中呢 算是非常小型化 設定大概15公尺多一點點而已 可是呢,它身上的就像白寶箱一樣 各種武器的裝備 這個一應俱全 而且呢,身上還藏了很多的機關 而且造型的就是以中所謂海盜為它的設計概念 還有骷髏頭的 這個設計概念 也是整個非常酷 因此呢,在歷代鋼彈之中呢 它的人氣也都一直蠻高的 而且不只是S1 事實上呢,後面還有S2啊 還有S1的什麼 這個全武裝之類的啊 反正它的 衍生的機體也是很多 因此呢,這一次推出S1 那之後呢,肯定還會有一些其他的 衍生的版本 因為反正都一個素體開發完 當然是盡量用到爆 好,那這次呢,除了本體之外 你可以看到有斗篷 有它的 槍 跟這個光速軍刀整合起來的一個武器 以及那短刀 光速鍵,還有它的光速盾 還有它 這個鎖鏈等等喔 武器配件看起來是非常非常的豐富 好,那我們就直接把它給展開來吧 首先看一下它的尺寸 頭頂高大概14公分左右 跟同系列F91差不多高 而左邊這個是 羅伯文納利美的粗鋼 那它的尺寸呢,事實上是 比較接近HGUC 也就是1.144分之1 但是呢,這一次骨鋼呢 事實上 這個相較之下呢,放大蠻多的 因為如果照設定的話 粗鋼是18公尺 那骨十字大概15.2還15.6 反正就是小型的 這個MS 那因此呢,如果是比較正確的比例的話 應該是像早期這個羅伯魂的骨鋼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這個尺寸呢 就比這個羅伯魂阿里美的粗鋼來的小蠻多的 但是因為它尺寸比較小 所以呢,它身上結構就沒有辦法做得很精緻 那再加上說呢,它身上的這些骨架其實早期也沒有做得那麼好 所以現在拿起來會有點鬆鬆垮垮的 那另外呢,這個是鋼彈FIX FIGURATION GFF版的五十字鋼彈 那其實我個人非常非常喜歡這個造型 因為它就是非常忠於Katoki老師的設定 那包含它很多細節我覺得也是做得很棒 比如說像它身上ABC斗篷這些 彈孔那種燒鑿的這個橫跡 以及那它裡面還有像這樣子非常精密的一些符號等等 那身上的細節也比較豐富比較工整 那不過因為像這個已經久了 所以有一點點黃 有一點點出油 而且呢,早期的這個成型技術也不是很好 所以它身上有些分模線是真的蠻明顯的 不然的話呢,在這幾種版本之中呢 我個人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歡這個版本 而至於說這一次的EVOLUTION SPEC這個系列呢 它基本上就是把一些小型化的機體 像之前我們介紹過的F91 以及這次的CROSSBONE呢 都把它放大,那因此呢它的一些武裝一些細節呢 就有更豐富的一些表現的空間 那把玩起來呢,也就更加的得心應手 ROBONE這個系列的定位基本上會盡可能在造型上忠於原點 不會有什麼大量魔改 或是超出嘗試太遠的設計 尤其像CROSSBONE它基本上呢 分成好幾種版本 但是呢,這一次就是盡可能還原 最早漫畫中的造型 不過呢,它每一次推出新版本 就會稍微拉長一點 或是縮短一點 在比例上做一些微調 所以如果你對照一下 像早期這個是ROBONE的版本的話呢 它整個尺寸不只是放大 事實上很多地方都有稍微拉長 譬如說它腰身的部分 或前裙甲 甚至於說像它的胸部墊的更高啊 肩膀做大啊 那其中最明顯就是它整個臉型 就拉得非常的長 那包含它的腳也是如此 那甚至於像它的後面這四根死岸骨頭的大型推進器 也是要多出有多出 要多長有多長喔 總之呢,整個就是更加的銳利化 更加的華麗 更加的有它的個性喔 而這一次呢,它在開模上也比較符合現在的一些設計概念 比如說呢 像有些細節它就盡可能兼顧到分件分色 或者是盡量不要用太多的零件來做 譬如說像它這個手臂上面這個白色的部分呢 事實上它就一體成型喔 因此就不會有這種合膜線的問題 那比較大的合膜線大概就是它腳這個地方 那事實上呢 看到這邊有一些陰影或是一些墨線 這是我有做過了這個陸墨線的處理喔 那整個立體感會稍微增加 那只是說像它這個合膜 這兩片合膜中間呢 這個線有一點會吃不到墨線喔 那所以呢在這個線條上面感覺好像是稍微有點不足啦 那除此之外呢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喔 造型上的美形度還是蠻不錯的 至於可動度的表現也是ROBO魂系列一向以來引以為要的特色 那頭部呢基本上是很簡單 兩段式的球體關節 可動度呢就還蠻中規中矩的 肩膀的部分呢它是做了引出式的設計 可以往前到這個角度 往後呢也有一點點的幅度 那比較特別是上面這邊呢它做了兩層 內層是紅色 外層是黑白的雙色 那它往上拉伸之後呢 這邊還可以多出一點點結構 所以呢在做一些大動作的時候呢 這個肩膀的組合呢就可以做出一些讓位喔 讓它可以比較不會干涉到 那不過呢它你在擺完的時候呢 經常會處於一個鬆鬆垮垮 就是沒有辦法一下子到定點的狀況 那不過呢這只要稍微調一下也不是什麼大問題 那上面這一段呢旋轉 然後呢手肘中間這個兩段的關節可以到像這樣子喔 那另外呢它的下手臂的部分呢 它也是做了一個平轉的關節 側向也是可以旋轉的 那包含它的拳頭部分就是一個很簡單的球體關節 至於說盾牌這個結構呢 它是可以像這樣子喔 整個展開 延伸到前面去 好那至於說它這個特效 等一下我們在後面再來看 那它的這個 這個腰部的地方呢 首先中間只有一段 然後呢 胸部跟橫膈膜這邊的有一段 那以及呢中間這邊還多分一段 基本上有三段式的結構 可是呢可動度事實上也是還好 並沒有說非常非常誇張 或者是呢 有超出我們一般想像的一些可動的設計 事實上我總覺得中間這一段呢 如果你再做一點點的微調的話呢 往前或往後的這個幅度應該會再稍微大一點點 那至於裙甲的部分呢 它都可以像這樣子喔 前後全部都可以展開 那它就是以這樣子的球形關節的方式做連結 所以呢 當你整個往上推到一個太高的時候 它還是會掉下來 像這樣就掉了 好但是緊實度事實上也是還好啦 整個左擬感也還是OK的 那除了它的上下之外呢 側向也可以做一點旋轉 那至於說這個前裙甲它事實上呢 還有一個像這樣的機關 我們後面再來仔細研究 那至於它的大腿的內側呢 這邊也有往下一個滑動的一個設計 所以呢如果你要高跪姿的話呢 這可以往前 或者是呢 你要大抬腿的話呢 它都可以幫助你的角度可以稍微有更大的一點表現 好像往上就可以到 這個角度也是蠻大的 那往後的部分呢 剛好可以到這個 裙甲的極限 大概差不多到80度左右 而往側邊呢 也可以整個就大披腿 而且甚至超過90度高一點點 上面這段可以平轉 然後呢 膝蓋也是二重關節 可以到幾乎就對折 然後呢 腳底這個部分呢 當然它也是可以 這個左右 往前 往後 可動幅度還算是 範圍還蠻大的 中間的部分呢 它是做了一個 這個 球關 固定在側向的位置 那當然它因為它結構蠻大的 不過呢 它事實上對於整個干涉度上面其實也還好 那至於說它背包的部分呢 就是四根這個骨頭 那除了可以 像這樣子翻轉之外呢 你可以把它整個集中起來在後面 那另外在這個內側的地方呢 它有一個往下拉 可以像這樣子的結構 可以收納在下面 那當然這個噴嘴的部分 也是用球體關節 也是靈活度上面都還算是相當的不錯 拖到滿出來的武器系統 也是Crossbone鋼彈最大的賣點之一 那首先呢 我們先看看它的這把槍 那這個槍本身就有很豐富的玩法 造型上我覺得也非常的帥氣 因為它就是像那種 加勒比海盜 這種帶有一點古典的這種金鞭的這種設計 那它可以一拆為二 就是 一邊呢是這個 大刀 一邊呢是這個 海盜槍 那海盜槍的部分就可以像 這樣摺起來就把它給掛在它的腰際 那當然左邊右邊就隨便你掛 可以像這樣掛著 那另外一邊 就可以把你的這個劍呢 旁邊有一個卡榫 可以掛在這裡 就像這樣子 可以自由去做組合 好那把它拆下來之後呢 這個刀的部分呢 它就可以再把上面這個結構 把它給 轉一個90度 那接著呢就可以把這個 斬刀的 光束特效件呢 直接把它給裝在這裡 像這樣子就變成一個 海盜中斬刀 造型上又比一般的 光束軍刀就來得更帥了 那當然它也是有附一般的光束軍刀 像這樣子喔 這兩把 就是從它的 這個旁邊 這個結構出來 不過當然這一次呢 它就沒有做這個可以拔軍刀的設計 那同時呢 為了要使用這些多樣化的武器呢 所以它的武器手的部分就給的蠻多的 像這個是可以用來握槍的握槍手 就可以握住下面這個部分 以及呢 它還有握大刀的 這個手 那同時呢 它還有握光束鍵的手 所以光是手型喔 拿來握武器的就已經有6隻了 就是有3對可以做運用 那同時呢 它還有像這樣子的開掌手 也可以自由的去搭配 好那這個 斬刀呢 再把它拔下來之後呢 就可以 再跟剛才這個 手槍這個零件呢 再做組合 就把它整個拔下來之後呢 可以看到它的 結構呢 就可以再把這個部分往前 推到這個結構 然後呢 那再把 前面這個部分呢 這個 斬刀部分再推回去 像這樣子 就可以變成一把 大的光束槍 而且呢 它還有另外一個運用的方式 就是呢 它這一次還有附了一個像這樣子 榴彈炮的結構 那前面這個呢 它事實上是一個 固定的 武裝 所以呢 在正常使用下 就是像這樣 變成像榴彈炮的一個結構 那如果你要把這個拔下來之後呢 它也可以再裝回剛才這個小的這個爪子 那就可以把這個部分呢 就可以收納在 它的屁股上 這邊這個洞呢 你也可以把它給 掛在這裡 光是這個小零件的部分 它也有 做了收納的機制 那再來呢 它兩把 這個超級小刀的部分呢 它也是有很豐富的玩法 除了可以拿在手上 亂砍人之外呢 像藍波刀一樣 那同時呢 它這個部分也可以拔下來 拔下來之後呢 它劍柄的部分 可以把它給收納在小腿 像這個地方 就把它給收納進去 是不是長這樣 好像是 就這樣子 收納在它的小腿肚後面 而至於說 它的 刀身的部分呢 則是可以 除了拿在手上之外 它也可以像這樣子 用飛踢的方式 去 去攻擊對方 這是刀刃上 又 除了拿在手上之外呢 也有收納 跟這個小刀 用踢的方式的 這個表現形式 總之呢 就是千變萬化 那至於它的這個 手臂 這個地方呢 從F91開始呢 就是 用這種所謂 光束盾 取代了傳統的 這實體盾 而且呢 它這一次 還有延伸的一些用法 就是呢 這個產生器呢 它是讓呢 它是可以 變成這樣子 像是一個 小的光束 變成一個 這個尖刺的方式 做攻擊 那兩手當然都可以使用 所以它這個 附了兩個 那同時呢 它也可以 再把這個 光束的產生器呢 去結合這個盾牌 盾牌這邊也是一樣 跟 剛才這個小的尖刺 一樣的結構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把它固定住 然後在手上 就像是一個 這個閃形的一個盾牌 所以呢 我印象中 在劇中也有那個 可以重疊盾牌 然後呢 這個 降落大氣層 這樣的玩法 那同時呢 它裡面事實上有做了一個小的球關 所以這個角度上面也是可以做調整的 那另外還有一些小東西 譬如說呢 它頭上的腳也是有一個備用的 因為這尺寸真的也蠻小的 同時呢 它臉總共有三張 除了一般正常臉之外呢 還有一個是戴著眼罩的臉 以及呢 還有一個是 這個面具張開的臉 總共有這三張臉可以做替換 它的前裙甲裡面也常有機關 就是有一個可以像這樣展開的撿錢 不過呢如果要這麼近距離才可以撿到對方 那當然是不好用喔 所以呢它就附了一個像這樣子的連接件 那基本上就是呢 在裡面藏有一個鎖鏈 可以延伸出去 那所以呢 它的方式就是替換式的零件 把它給裝上之後呢 另外一邊這個球體關節的部分 就裝上原本這個前裙甲 像這樣裝上去 那當然你還可以這樣去調整一些角度 但總之呢就可以固定在它的 這個前裙甲的部位呢 就像這樣子喔 甩出去就把敵人呢 出其不意的夾個正著 這個設計也是 蠻有意思的 而它的後裙甲同樣也延伸這個概念喔 就是在這底下呢 它做了一個這樣子喔 可以展開的機制 那這個東西呢 這個結構式上呢 它就是可以延伸變成像這樣子 另外一種鎖鏈 像是一個飛出去的爪子喔 那這個爪子你就可以用那個握武器的手把它抓住 握在手上做這個甩來甩去喔 去攻擊對方 那剛才一開始提到說 X1跟X1改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呢 其實改動的地方也就在這裡喔 那這個版本是有這個鎖鏈的喔 那另外一個版本呢 它有附了多一套的後裙甲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後裙甲呢 像這樣子換裝上來 它有兩片可以做換裝 所以呢它其中就有像這樣子喔 一個是可換的也是不可換的 那沒有就是原本的S1 可以換成這個鎖鏈就是 S1改 其實就是這麼小的 微小的小地方喔 但總之呢 這一次還是非常完整的 把這兩種造型都是附給你了 Crossbone剛帶有一個很棒的設計 就是它的ABC抗光速斗篷 那當然每個版本的設計都不太一樣 像是最早這個ROBO魂的版本 它就是一體成型喔 整個做成單一的零件 那做成軟膠 而且呢造型上看起來是非常的飄逸喔 那只是說呢 感覺上它的細節的這個精緻度還稍嫌不足 那同時呢 還有像是這個Gundam Fixed Figuration的版本 也是我個人非常喜歡喔 因為你可以看到這個彈孔啊 硝煙啊 以及它內部的這些紋路的處理是很棒的 但是呢完成度上面也是稍嫌不足 而這一次呢 它是採用了四個零件來表現這個斗篷 那換裝之前呢要先把它頭先拔掉 那接著呢還有旁邊 這兩個 這應該算是光速鍵喔 跟它的 光速泡的部分呢也是可以把它拔下來 拔下來之後呢就可以換裝上 上面這個零件 直接把它給裝上去 好那不過在裝上去之前呢 這邊有個小細節 我們剛才露看的 就是呢在胸口這個結構裡面呢 它事實上藏了一個 不可動的核心戰機 那細節也是做得不錯 包含裡面也有做了 這個駕駛艙的塗裝 那不過你在裝這個斗篷的時候呢 事實上這個零件是不需要拔下來的喔 你再把它裝回去就可以了 那裝上去的時候呢 就直接把它給套在這個上面 像這樣子 整個把它穩穩的扣住就可以了 那這個時候呢就把下面這個 核心戰機的零件 把它壓下去 然後後面這個零件 它就是用一個 球形關節 直接固定在後面 其實整個還蠻緊實的 包含兩邊側面也是如此 直接這樣子把它扣上去就可以了 那最後呢 當然就不要再忘記再把它的頭 給裝回去 好這樣子就換裝完成了 那這個設計呢 跟RG版就有點異曲同工之妙 因為它採用了多箭式的 而且呢 是用球關來表現 因此呢 它前後左右就有一定的 調整的幅度跟空間 那因此呢 手就可以空出來 去握持一些武器 或是做一些攻擊 包含後面就是 斗篷的部分 也都可以做一些活動度 在造型的表現上 我覺得線條是稍微比較簡約啦 可是呢 在可動度上呢 卻增加了比較多的玩法 好的以上就是 Robo魂古十字鋼彈 Evolution Spec的簡單介紹 在Robo魂系列之下 重新開了一個分支 尺寸更大 武器配件更完整 造型更銳利 更兇悍 更美型 讓原本小型化的MS 展現出驚人的完成度 提升了骨鋼的存在感 長久以來 骨鋼動畫化的呼聲 一直很高 不過即使沒有動畫推出 骨鋼的相關玩具和模型 依然是賣得下下叫 一方面是因為 Katoki老師的機設 真的超帥 二方面是因為 多樣化的武器和戰鬥方式 可玩度確實也是蠻豐富的 這一次推出 X1和X1改之後 接下來 X2 X3 X0 還有一堆改改改改 肯定是不會少 包括明年4月 即將推出的幽靈鋼彈 同樣也令人期待 可見 這年頭賣玩具 已經不需要推動畫了 機設好看 自然有人會買單 想要骨鋼動畫化 有生之年 恐怕是看不到了 就算是不需要推動畫 想要鋼動畫 訪問